大家基本上 现在所有的instructions都在那个 Google 我们的Google Classroom里面了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里啊 会有这个Google Classroom 我看到一个group是否我们老实的 所以现在hosting这个classroom的是我啦 所以我就写我是老师 然后我会add你们进来做学生这样 instructions其实基本上已经写在这边了 所以现在这个video 我是要show你们epic pen 还有screen recorder要怎样用 还有maybe这个free online whiteboard也是可以用 还蛮简单的 OK so let's say现在我要用epic pen跟screen recorder 因为现在我做的是数学课 so mathematics比较需要到这个epic pen 我要epic pen是让我们可以画在 doodle在这个screen上面 然后我现在用着的 是screen recorder 所以screen recorder我一定要去这个网站 然后从这里launch 应该是啦 因为我 没有办法找到从我的 download了 然后从这边launch 我没有办法 就是一直都是来到这里launch free recorder 然后当然你要set up一个account那些la ok 所以我现在录着了我可以开 supposedly如果是我上课前我会开好epic pen 然后开的同时我要开一下这些 Let's say现在我在缴form1 的mathematics chapter 3 我已经save好pdf form了 我要pdf form是因为 我们 你们大家知道我们的那个file 在google drive download的file 全部是 Microsoft word的file 所以如果学生直接用电脑做 他们其实也做不到在哪里面的 因为我们是 scan那个screen了 scan了那个书 然后直接整个整面在那个 我们当一个好像照片 这样copy paste在microsoft word里面 所以其实是用microsoft word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直接我需要你们全部 跟他你要上的课 你全部跟他convert去pdf form先 这次我开啊 这个我会跟他搬一边啦 你要放哪里都可以 OK那次我放在这边 啊 这个screen screencast-o-matic 最长的video是15分钟 所以其实我们maximum 的这个streaming lesson 就15分钟是ok了的 反正你不用这样长 你可以15分钟 讲重点了 然后给我们做年纪 这样啦 ok 这个是 我只是要view 或者是我要 我要这个cursor罢了 我现在我要cursor 我就是可以在纸 我可以scroll 我再用着我的 这个来scroll 那个mouse 然后 可以整份这样弄上去啦 就是你upload上去 就是讲 OK现在我们到这边了 因为这一set 我的学生已经有了 所以我会跟他们 可能我也是会upload多一次 然后跟他们讲 OK我们已经到 那天我们是到 这边了 Let's say 已经到 OK这个part了 这个 OK Guassatiga 可能会弄小一点点 OK然后 我可以换笔咯 这个没有 这个text 的function没有 因为这个是要钱的啦 OK highlighter 我不知道 highlighter没有什么用到啦 我觉得sajira 可能会用到 pen 我就用到pen咯 so let's say 这一个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东西 我会叫他嘛 你直接填罢了 他要你写成这样的form 所以是 哎呀 是有一点点难写啊 因为我在用着mouse来写 但 好过没有 的scroll啊 因为现在不可能出去买笔 然后我要插掉 我可以 插掉 我可以选大小 这个是他的大小 笔的大小 也是交叉 大小啊 等等的 所以你可以去想 大概看一下那个function 嗯 然后好像这样你看我现在是scroll不到的 我要scroll的话 我要去下面我要scroll的话 我一定要回去这个cursor 才可以继续scroll 所以我就scroll在这边然后就继续写了 所以我会跟他们讲 OK你看啊这个题目在这边然后换回笔 跟他们讲OK perfectcube 哎太大了 Clear Clean OK 这个笔 换回小小 OK大家要注意看这个 所以学生可能会download下来那个notes 然后可以print出来 可是很多学生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 我会在这边maybe讲了这一个example 你看啊这个怎样做的啊 说2164 216 然后你要想 什么东西可以乘出来咯 216可以uncalculator在旁边 然后那些我知道它可以乘4 不一定要乘8的 我可以 我就是除啦 除4 216uncalculator除4 可以看除4是多少咯 50 54是吗 然后再分 4是什么什么 4 224 分出来 然后54是什么乘什么 2乘7 等出来等等 就这样写在上面咯 OK 所以我要学生 因为他们不能坐在这边 我要学生 另外坐在另外的纸上 你可以跟他们讲坐在纸上 scan了 send回来 或是坐在这个纸上 也可以scan了send回来 要不然的话直接坐在一个 普通的纸 写整齐来 拍一个清楚的照片 send上来就好了 如果你要check 答案的那一些啦 OK 就是这样罢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简单的用法 所以我会用这一个 开PDF来教他们这样 OK 然后 还有 给这一个 Google Classroom 你看这些 所以你可以去download Epic 10 可以download这一个 Zoom 我们用这了 还有free online whiteboard 可以给你看 这个是教怎样用Google Classroom的 如果你要看的话 这个是 我出的 step to create a vlp lesson 等下我 我会 我会讲啦 在我们meeting的时候 会跟大家讲一下 然后其实 我觉得可以开一开一个 自己的脸在那边 so that 其实学生一直在听 没有 没有人在动的话 还是没有什么 就好像在看一个很闲的video 这样罢了 所以我觉得 要看一下自己的脸 还是有时你可以开到 我不懂可不可以 Halfway开到 不可以 然后 这个是online whiteboard 如果我要用的话 我觉得这个可能 看有什么subject 可以用到 我会开那个nodes 在旁边 哎呀 OK好像 跟才一样啦 一样的nodes 可能有一些subject 可以用到这个whiteboard 因为你不一定要doodle在上面嘛 所以我会开这样一半 然后 这个whiteboard是让我doodle在上面的咯 我要写什么东西都可以咯 然后嘛 OK 所以它是一个 然后你要用blackboard也可以 红色的board也可以 你喜欢 一样的 它只是一个 多一个东西给我们用不了 所以你可以一面解释 一面用这个啦 这个pdf跟它 可以开 我看pdf可以的话 那可能你要开大一点点 因为有的人可能是用电话来看的 所以我不需要电话来看的话 他们可以看得多清楚 如果是video 就这样 OK 所以我现在会 这里还有什么东西 我现在会 stop我的video 它就在这边罢了 OK 我刚才好像是破晓那个video 我按这里 对对它就破晓 然后 你赞你按钥对不对 你就知道save save了publish 不是upload来的 publish就是 你可以browse一个folder save在你的电脑里面 所以好像我会save在这边 然后我就save在里面 我的form几的 你们可以分一下 你们的file 这样啦 OK 它会变成一个 andbefore 的file andbefore的file 过后 我觉得我们可以upload 去youtube 然后我们shareyoutube 的link 在这个google 卡通里面 so that 其实 如果我们直接save video 过去给学生 很奇怪 他们的电话 就有我们的脸 在那边 我不要 然后我们 所以我们share去youtube 我们share那个link 他们就可以去那个youtube 看 我们的 就是这一些video 所以全部你可以step by step的 做在这边 就是这样 OK 所以现在我要stop了